再来关心台中工厂小开惨遭分尸的案件 凶贤黄姓女友已经被收押了 她公称下药迷婚死者之后进行分尸 还取出了内脏 不过警方从这个烧焦的遗体上 怎么样都找不到有心脏在里头 将了解心脏是不是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而黄姓女子在犯案之后 因为很害怕男友会变成厉鬼回来找她 整整有44个小时不敢合眼睡觉 黄姓女子因为有爱生恨 将男友工厂小开迷婚之后 分尸再泼汽油焚尸 捷警找到遗体之后 试图做人体冰图还原 但除了右脚还没找到之外 连心脏也不见踪影 捷警研判可能已经被烧成灰烬或另有去处 不过黄姓女子在焚尸的时候 想起两个人的交往逐渐产生悔意 等不及大火烧完 她就开车到男友家后院 跪地三拜才离开 甚至因为害怕男友会变成厉鬼回来找她 有长达44个小时的时间 不敢合眼睡觉 还因此撞坏了租来的车 黄姓女子卸用安眠药将男友迷婚 确认男友毫无反应之后才痛下杀手 而她花两年时间预谋杀人 分尸后还能冷静地面对调查 残酷的手法让检警印象深刻 记者黄守仪台中报道